在自然界中 每当一场暴风雨来临之际 万物都接受煎熬 就像小草 谁被大风推得摇摇摆摆 但是它们始终不倒 大树 虽然被大风吹得摇摆 但是它们仍然坚定 不会往前一步 在我们这种现象 在我们人类生活当中 也是一样的 在我们人生中 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会遇到一些的问题 但是只要你想想 在这个面对问题的时候 只要我们能够勇敢的前进 坚定自己的信念 想必就一定的会成功 在这个五花八门的世界里面 如果你没有坚定自己的信念 没有勇敢前进的话 我们迎来的不是人生的成功 而是人生的失败 在每一场的经历当中 其实都是在提升自己 在失败中学习成长 所以不管在任何事情发生 我们都要坚定自己的信念 隐喻地去尝试 隐喻地去前进 这样我们的成功 离成功就更进一步了 就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在读书时期的一个亲身的经历 就是在我去 最后一年在吉隆坡读书的时候 我有一个最后的一个考试 就是老师邀请我们有一组小队 去写一个程序 大家都知道要写一个程序 一个系统是不简单的 而这个老师邀请我们 是写一个飞机的航行系统 当时我在这个 接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不知道如何是好 因为完全没有做过 而那个时候我就开始 一直在偏写我的一些的小程序 但是你也知道 这个程序 都要一直不断地在尝试 不断地去在测试 但是每当测试一次 就失望一次 但测试一次就失望一次 但是这无数次的失败 让我有感到灰心吗 不会 为什么 我知道如果那个时候 我灰心了之后 我就不能够完成一个 完整的一个系统 所以我就放下自己的气奶 放下自己的 放弃的一个念头 就是把每一次失败的时候 我都会去向我的小组 一起的跟朋友一起的来讨论 并在每次失败中 细取一些的经验 再加以改良 再经过两三个月 不停地尝试 不停地尝试 我想将近应该有五六十次 甚至可能 要七八十次的一直尝试 因为这个篇写 一个很长的一个系统 所以这样一直的尝试 到最后 你交考卷的这个时间 到最后的几天 我终于把这个 这个飞机的系统给完成了 你也知道 你怎么知道吗 当时我那个心情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因为我终于在这个失败中 完成了 人生最终的考试的一个答案 把这个东西提交给老师 所以在这个经历当中 我就发现到 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 我们不要学着去放弃 学着去自暴自弃 说自己不行 我们要在这个失败中 吸取努力 吸取经验 不停地去改进 不停地去增加自己 从错误中学习的一些环节 提升自己 在这个错误当中 不要一直地在重犯 唯有这样子才能够让我们人生 在困难中能够解决问题 所以说我在这里 我要鼓励在座的每一个会员们 提醒你们 在这个困难当中 任何人在人的一生中 不会顺顺利利 一定不会到很顺畅的 难免都会有一些的困难所在 但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要坦然地去面对 坦然地去接受这个挑战 就像这次的疫情一样 疫情让我们打乱了我们的生活 但是我们要勇敢地去面对这些的困难 就会迎来一个全新的开始 就会给我们一个全新的希望 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失败当中 在这个疫情当中 能够吸取更多的经验 如何更懂得保护自己 保护家人 保护身边的每一位 金盆既有 所以再次的鼓励大家 在失败中不要放弃 勇敢前进 因为要相信这一点 就是阳光总在风雨后 谢谢大家 再见